这个竟然还是官媒都市快报报道 说中系北电的中系女生第一名出来了 就是这位女孩 有特色的美 是来自宁波市的李慧丽中学的郑嘉慧 这里还有一张图片 特色的美 我也不知道这个特色的美 是个什么鬼东西 我们南德班 我们南德班就正好可以讲讲这些个东西 那这些个东西是最适合我们南德班的讲课素材 是吧 从小就读于新城第一实验学校 五年级和家人去影山 巷山影视城玩 走在路上居然被星探一眼看上 然后怀插着这个 什么文艺梦 我想从这个报道里找点有意思的东西吧 然后就怎么是第一才也不太理解 考那是 平时就朗诵 然后什么跳舞 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了 就是这么多吧 从两万多名报考上中脱颖而出 进入两百人的富士 拿下第一名 我想说的意思 他这个玩意儿没标准你知道吧 就是有如果有这个内向操作 所谓这个星探很重要是吧 你给我一百万 你给我一千万 我把你女孩捧成一个什么样子是吧 这个利益诉讼的这个问题很重要 如果是全国来选美 一人成皇帝的感受 我们这个难得办 都可以讲讲了 朋友们 你要做的 对你有意的 就是远离渣男 你就要解构这些个东西 我们喜欢演员 我们喜欢传播之山美的演员 我们不喜欢这个肉欲的东西 喜欢肉欲的东西 就必须是我自主自觉的东西 我自主自觉的喜欢那个肉欲 而不是被人灌到大脑里那个肉欲 这个肉欲还是有区别的吧 我比这个东西是有点消极的看法 不是很积极的看这个东西 不代表我对肉欲 对漂亮女孩反感 我没有那个意思 就是这里面存在着复杂的 不可言喻的好多东西 啥意思 啥叫第一名啊 对吧 你什么没判断标准呢 这里面这些个事 都是看不到的 暗箱的